各位同学们大家好玩台北股市 今天跌了557点 成交量来到了4567 4567 那当然外资卖了822亿 资金上卖100亿 投信连续还是买了70亿 那今天来讲 当然最重要是外资的整个大幅的卖超 那今天外资为什么卖这么多 但欧战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往下的发展会怎么样 台北股市来讲的话 接下来以短线上来讲 这个盘要跌到哪个位置上呢 那在盘面上的一些产业的一个个股 会在哪边 马上为投资朋友做解析 好我们先看一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来讲今天跌557点 在这段期间 我会跟各位同学们报告 你持股不要太多 但是也真的不能没有持股 因为正时还是有股票在涨 但是呢系统风险来讲还是存在的 还是存在的 那欧战士这一块来讲的话 最近来讲已经演变上了什么状况 以我个人的观点 等一下马上跟各位报告 好我们先看现行 以台北股市间跌557点 那整个现行来上看的话呢 今天来讲的话已经跌破了连线的位置 我之前跟各位报告我最坏就是看到了连线了 那这里来讲的话以目前这一根的位置 应该还是会往下探一些 往下探一些 那外资今天821 应该是历史上第二大卖超 第二大卖超 上市第一大卖超是930几亿的位置 那当然外资连续卖了这么多 其实他当然最重要是在全球股市大跌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俄罗斯的股位市都是暂停交易的 所以说很多的资金在套在那边的市场的过程 他只能从其他市场来来抽取资金 所以说最近台北股市在跌的过程当中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今天来讲会跌这么多 当然就是政府基金国内的法人 国内的中史户在这段期间 你看外资 你看这段期间你卖多少 卖了170亿左右了 卖了170亿左右了 我们能够停在这里 那今天他在卖了800多亿的过程当中 就可能就先放了再说了 所以今天为什么一下子跌这么多 跌这么多 所以说这段期间 外资在台北股市已经卖了快2500亿 你看短短的不到10个交易日 10个交易日 那外资这里卖了是卖错了吗 还是真的看了那么差呢 其实这里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避险的卖出 避险的卖出 那因为只要启动避险的卖出 其实根本就不会去管基本面 为什么要怎么讲 我们看排面上今天跌的相对比较重的个股 大概都在一个高本益比的族群 我们看一下上366亿的四星ky 四星ky 本来这一波走势还相当的不错 那今天你看一下子打到了跌停板的位置 那跌停板来讲的话 你看今天一开地就往下杀 但最重要是去年赚21块 今年法人估他有30块左右 那你30块来讲的话 你像1100块的话 本益比也高达了33倍 所以这种个股来讲的话 从今天下跌来讲 这种个股未来还是有修正的空间 另外你看像ABL的族群 今天来讲你看蓝电 之前不是蓝电讲的非常好吗 其实法人来看蓝电也是相当不错 那今年EBS大概估到20块左右 那目前看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蓝电来讲的话 其实他明年估到20到23块 到25块都有人估了 所以这次你看到他在跌 你可以看到出来都是在修正本益比 就是3037的新星 你看3037的新星 你看今天跌到222 我这里237还是240块卖掉了 那你看这里马上就一根 就这样子跌下来 跌下来 你看3035的资源 300块卖了嘛 对不对 虽然还有涨上去啦 但是你看后面的结果 还是这个因为大盘的修正 还是有跌一些 不过今天他算是 现行来讲还算是蛮抗跌的 那318有的紧缩 你看这些个股 紧缩今天又是破线 所以这种所谓的高本益比的族群 高本益比的族群 那像6415的CDKY 你看今天破底了 破底了 然后像6568的励志 之前 宏观 宏观这种个股来讲原则上真的是本益比非常的高 本益比非常的高 所以这种个股来讲 你就真的来讲就先避开再说 避开再说 那今天来讲的话 整体的目前整个盘面上来讲 但外资他卖什么 什么就跌了 尤其你看2303的台积电 2303的台积电 我上礼拜五的节目 2330 2330台积电 我说这里来讲台积电 已经昨天上个礼拜五破跳空破连线 所以这里来讲 技术名来讲真的是要先避开再说 避开再说 那这里呢 当然外资还是他一个重大的一个卖超 他不知道卖到什么时候 所以这里来讲 台积电来讲 目前看俄乌战事来讲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俄乌战事 你可以比较了解说这一波为什么 今天来讲跌这么多 我上个礼拜本来是说 这里来讲应该是短线 季线跟半年线做整理 但是想不到来讲 今天量就直接增加 直接往连线去踹掉了 但俄乌战争来讲的话 目前我说普丁不会退了 这才是重点 普丁不会退 那这里来讲 我们看一下最近 西方加大资源战事复杂化 已经战事复杂化 所以这复杂化就是说 其实我上个礼拜 我也跟各位报告这就都是美国设的局 当然乌克兰跟俄罗斯竟然走进去了 那这个局来讲的话就什么时候要能够结束 应该没有那么快 那整体来讲的话普丁是不会退的 不会退 那普丁不会退的过程当中 乌克兰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在抗 俄罗斯的军队来讲也是蛮积极 所以这个过程呢 接下来应该是走一个 可能是越南模式的这种 比较长线的一个战争 那这里来讲会不会到最后 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这里等整个普丁来讲到真的受不了的话 然后大家都在经济制裁我 会导致的小型的核战 小型核战 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 我说股市还会再跌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其实目前俄务战事来讲的话 已经这个不确定性已经拉长了 这个拉长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一个胶着 这个胶着 那但西方国家来讲的话 他一直就是用一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观点 但是就俄罗斯他本身 普丁的观点 只是你强把我的兄弟拉出去 然后造成我的前面来讲的话 造成我这个俄罗斯的整个家园的危险 所以立场是各自不一样 那西方国家来讲的话 一直在增加金援 或是说提供油漆队这些武器来讲的话 其实最后来讲俄罗斯会不会受不了 等他整个国力真的受不了 他最后一搏的话 有可能发生了小型核战 所以这里呢你变成说 全球的经济会因为这些事情来讲的话 其实衰退的幅度会产生 IMF已经提出警告 所以说这里你说目前股市在跌 跌的就是未来整个全球经济的一个衰退 当然有人讲说俄罗斯其实就整体来讲 但全球经济的范畴并不会很大 尤其是除了原物料以外 但是呢 其实你看到很多国家像三星 像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其实都很多的终端产品 连消费性的产品 连莲花科 我说莲花科真的是蛮无聊的 干嘛说一定要跟人家去跟进 他这样做就不要去喊那么大声 结果喊着他的股价也是跌的一塌糊涂 你看那个莲花科来讲的话呢 目前的股价你看2450莲花科 喊他自己股价来讲的话也是跟着在跌 就跟着在跌 你说当然外资提款也是提款啊 但是呢你说业绩这样一喊 你看大家就跟着跌了嘛 所以说你说以目前看的话 你说真的本益比低的话 真的低很多 讲实话目前看出来也是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呢 投资朋友你要看一下说 在这一次来讲的话呢 俄乌战争的整个复杂化 已经开始对全球的股市造成了 比较深的影响了 那这个大盘呢 以今天来讲的话 已经跌破了所谓的月线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以跌破月线来讲的话呢 我说为什么看16700 我最主要是看我们看一下 道琼工业指数 以道琼工业指数来计算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台北股市在这一波算是相对的抗跌 所以现在的补跌来讲的话 不代表说以目前弱势 以目前的跌来讲的话 我们看一下道琼工业指数 你可以看到道琼工业指数来讲 已经慢慢已经有点低点 有已经过的味道 有没有 你看到他现在一底比一底高了 上个礼拜我虽然跌 但是拉了长下影线 拉长下影线 那目前来讲当然还在均线之下 那我说16000基要怎么看 你说以道琼工业连线这个位置 以道琼工业连线到目前这样指数的位置 是在连线下面低2.8%左右 那我们台北股市是补跌嘛 所以补跌来讲的话本来相对就比较强 他是因为整体来讲 国际股市一直在往下拖的过程当中 外资 外资在这里来讲的话 他需要抽取全球的资金 作为他的一个在资金运用的需要 所以说现在他在卖股票的过程当中 原则上他能做的就是 谁的流动性高我就卖谁 谁好卖我就卖谁 我根本就不会管说原则上 他的基本面会在哪边 基本面会在哪边 所以你看为什么台积电 第一个被他掏钱的就是台积电嘛 然后莲花科也是嘛 那今天我想货柜山雄 大概也是他掏钱的一个对象 你看他今天33万张 你看外资一定也卖了很多 卖了很多 那这里来讲的话 当然你说在这个现行的过程当中 你看阳明五日线 长荣十日线还是没有被跌破嘛 还是没有被跌破嘛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长荣、阳明这里拉回 我个人觉得你要去找买点 你要去找买点 那你看像2303的联电 联电来讲今天有破底 但是你看到破底跟之前的新低 51.7 今天最低也51.3而已嘛 其实也不会差太多了啦 他已经比之前就破底了 所以你看他在跌 二月营收也冲了历史的高点 208亿 所以说他的基本面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但有人讲说晶圆代工的杂音很多 这个东西非常的复杂 外资来讲的话 原则上都是以单一的方向去看而已 我觉得目前来讲还言之过早 那今天的金融股来讲相对也是比较弱 当然就是国售任务的投资俄罗斯 再减了26亿 那当然全球景气出的状况来讲的话 金融股来讲相对的也是一个在整个 等于说在跌的过程当中一个操作的一个 空荒的一个思维 空荒的思维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看2881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看今天互房金也是一个长黑 所以说今天来讲的话 你看几乎来讲的话 互房金已经破了这么长的一个底部 2882 在国泰金来讲 你看互房金有点蛮多的 你看哦 这个低点来讲 这个底部的低点全部都已经被跌破掉了 被跌破掉了 所以这里来讲金融股当然短线上来讲 你定期定额的当然这里来讲相对就是买了 不需要再去想那么多 因为金融股长线来讲还是相对的安全 还是相对安全 问题不会太大 问题不会太大 所以说本益比也不高 本益比也不高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 其实 以四大金控来讲 其实台湾的整个破检布率是1300多亿左右 所以说现在来讲 他也只能慢慢贪而已 因为他现在整体来讲流动性是完全没有 没有 那如果说俄罗斯跟乌克兰 目前你说俄罗斯的金融要开放 以目前希望国家以美国为首的都开始做一些经济制裁 那我想以目前来看的话 以拜登 他现在来讲 他说不会发生核战 但是他一厢情愿 我觉得他是一厢情愿 你把俄罗斯逼到墙角的过程当中 他都要想清楚一点俄罗斯不是过去的伊朗 俄罗斯不是过去的伊拉克 不是你想美国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我觉得投资朋友你要记住这一点 而且他现在逼得整个印度整个中国 都慢慢的跟整个希望世界的国家 也慢慢的在一些形式上 美国就变成一个在意识形式上 在整个划分世界的一个族群 他为了要削弱整个俄罗斯的军力 他用这种方式设了这个局 你看俄罗斯每天打仗 你说打仗的过程当中 那经济又攻击不上的话 请问这样长线打下来 他能够撑多久 所以最后来讲到最后普丁 他只要补占部的过程 最后能够用的就是小型的战略核弹 这个是在全球股市目前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来讲的话 反正大家都倒霉 所以这里来讲 你当然股票可以买 但是你手上一定要留现金 你在五层里面来讲 一定要留现金在手上 在手上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但在整个俄罗斯 在整个跟乌克兰的战争的 整个经济的影响过程当中 我想这几天很多的电视节目都跟你探讨的非常清楚 但是最重要就是说 我就一个比较纳闷的就是油价的部分 你看就油价来讲 最近一直都在涨 甚至摩根大通已经喊出了 油价会上看 上看多少 上看了180块美金 180块美金 那如果180块美金的过程当中 那最好的应该是在台硕化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台硕化的股价来讲的话 你说它没有跌 它还真的没有跌 今天你看爆了一个非常大的量 但是呢 股价就一直涨不上去 它这边是在洗 因为如果说就油价上涨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说以二线来讲 当然它有一个上油原料涨价的压力 比如说 如果那个秉锡以锡来讲的话 这个涨的过程当中 你说五大坏用素质 如果说没有涨的话 像台硕亚锯 当然你说利差就不大嘛 反而会亏损 但是最重要的台硕化 这一波原则上都没有再往上涨 所以说这次实化到底在原油的部分 到底涨真的涨假的来讲 投资朋友 其实真的要特别留意 特别留意 那我觉得指标你就看台硕化就好了 台硕化来讲的话 就真的要涨 就真的要涨 那石油在涨的话 才是真的有在涨真的 那如果真的石油涨真的话 那全球股市我想也真的好不到哪边去 因为过去来讲 全球股市的大跌 原则上都是高油价赞成 所以说战争引起的全球股市的大跌的过程当中 都是高油价产生以后造就了全球经济衰退的引优 所以说在短线的观察上的话 油价的走势你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特别留意 那今天来讲的话 钢铁股相对就表现比较好一点 你看到今天来讲的话 以中钢的部分 今天来讲有一点还不错 开低走高 中钢收39块 39块 你看哦 留了一个长的下影线 长的下影线 今天钢铁股普遍转表现不错 中钢也是在我这个节目当中一直跟各位报告的 你不知道买什么个股 你就买中钢就对了 为什么 职力率高 今年的获利跟去年来讲 也是小胡目前估 目前估 只有小胡衰退估 估到3块7到3块8 但是重点是 在今年的景气在往上涨了之下 已经确定底部在二月份了 三月钢价也要涨 四月钢价也要涨 这些因素来讲都排除了俄罗斯本身 还没有俄乌战争之前的整个景气状况 那如果说以俄国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 它在钢的输出来讲也是全球前五大的 好像第三大还是第四大 所以说接下来供给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已经不增加了 俄罗斯又出了状况 所以说现在全球的钢价来讲 供给一定会大幅减少 那大幅减少的过程当中 我们中钢正常营运嘛 你看上个礼拜四跳电的过程当中 中钢都没有跌 所以你看今天来讲 大盘跌了五百多点都没有跌 所以这里他在告诉你 各位同志们 他现在在整个 你至少买中钢来讲是在抗跌指数 但如果指数稳的话 他会不会涨 但趋势来讲 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往上的 是没什么问题的 是没什么问题的 所以这里来讲 中钢来讲 当然你都是可以买的 讲实在话 今天大家回来讲就是可以买 就是说你真的买股个股来讲 讲实在话 你现在握现金也没有用 你虽然一些个股来讲 你跌没有跌到 但是股票还是有一些个股很顺利的在涨 那货柜三穷的部分 也是你这一波拉回你要特别留意的 我们看一下 以货柜三穷来讲 有几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货柜 附加会开始在喊涨 上月大概 因为你知道 综合那个附加会 最重要是油价的上涨 那油价涨的话 我当然还是跟你讲 上个礼拜五的SCFI的指数来讲 是涨了 是美西线还是涨 整体来讲跌了2%左右 已经来到4600多点 4600多点 但是呢 在三月份来讲的话 很多的像中央附加会 要开始往上涨 然后运价来讲的话 在美西线来讲 有人估计到年底 已经会从40指的 1万多涨到3万多 1万多涨到3万多 那另外来讲的话 财报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今年的长荣、扬名 跟旺海大概 六七十、六十五、七十 都已经有人 法人已经估出来了 那质地率来讲的话 大概都相对的 都在10% 当然旺海来讲相对比较低 相对比较低 那长荣、旺海大概是3月15号 长荣来讲要开发 说嘛 那整体来讲 现金、殖地率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 以货柜来讲的话 应该是目前台北股市 最便宜的股票 你去想嘛 第一个 殖地率 你说中刚才8% 你看旺海也有8% 如果长荣以40%去年的获利来估算的话 那以目前长荣的大概的股价来讲的话 11%多吗 那也要明14%多 这是以上个礼拜五的收盘价算的 按旺海有8.7% 所以就殖地率来讲的话 以目前看得出来 就殖地率来讲 货柜三雄的殖地率 就整个族群性来讲 还是所有的台北股市殖地率最高的 那如果说今年的获利70块的话 那我请问都什么 整个本益比相对也是最低啊 对不对 本益比也相对最低嘛 那成长性来讲的话 你看去年赚40块 今年赚40块 70块 那请问有没有成长性 有嘛 所以说台北股市来讲 以目前来讲 货柜三雄是最便宜的 那如果连货柜三雄涨不上去的话 那台北股市真的 真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跌 往下跌的路而已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以今天的技术现行来讲 目前看呢 以长隆来讲的话 跌到了 跌破五日线 目前还在十日线之上 这一波十日线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但是你可以看到2609的阳明今天 虽然一个大黑黑霸 但是呢 整体来讲的话 还是在十五日线之上 五日线之上 所以说呢 其实但你说 长隆涨不上去 阳明也不可能涨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阳明长隆来讲 以目前在十日线跟五日线的位置来讲 都是非常好的介入点 非常好的介入点 那至于旺海来讲的话 就看个人喜好 以目前来讲 旺海真的相对是比较弱 你看他今天一刹来讲 直接已经回到了月线这个位置 十日线直接就跌破给你看了 最高今天还在197 今天早盘他真的还是蛮强的 所以说今天来讲的话 因为外资启动了一个大卖超 所以没办法 整个货柜三种今天的表现也是拉回 但是拉回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里来讲的话 以旺海这边来讲 还是一个相对好的买点 那散装来讲的话 其实你目前看 散装来讲的话 你看今天的慧阳KY 我说你要买散装 一定要买小型的这些货 散装航运 像慧阳KY 四维行这些个股 像慧阳今年估计就赚15块了 所以说这波涨上去的过程上 在目前来看 可以看得出来 他会做一个高档震荡整理的行情 高档震荡整理行情 所以说在这里你说他这种个股 你要他跌那边去 因为在股物在涨的过程当中 现在船的走整个航线来讲 要增加5到10天 所以说这对这些租船去运的公司 绝对是一个基本面的利多 基本面的利多 所以航运股来讲 在散装来讲的话 你就留一下小型的航运 小型的散装的 小型的散装 当然铁光沙 如果说钢铁股能涨的话 铁光沙当然还是有机会 那有机会来讲 像海峡型的这些个股 还是有机会 所以说你看航空的族群来讲的话 不管是货柜 不管是散装来讲的话 就整个现行 就提材性来讲 就基本面来讲的话 目前来讲是谈盘面的非常重要一个重点 另外航空股的部分 航空股来讲 今天当然相对就比较弱 以长龙航空来讲 2618来讲 今天在上次的高点 30块3都跌破 而且今天也跌破了整个月线 所以接下来投资朋友要留意一下 整个季线 季线 那季线来讲 我个人觉得的看法是 这里是要能够撑得住的 能够撑得住 因为就今年来讲的话 从获利来讲 长龙今年的 长龙航空间的获利 2块半到3块是有的 那接下来解封行情 我想都还没开始了 股价上一波炒这一块来讲 就是在炒一个解封的行情 那这次大盘顺势修正以后呢 接下来长龙来讲的话 也看一下应该是一个高档震荡整理的歌 接下来拉回就慢慢去承接 就不用急 那毕竟他的现行来讲 相对货柜山雄相对散装这些个股来讲 航空这一块相对是比较弱的 但是呢 你逢低买进都还是是可以买进的 还是可以买进 所以说台北股市这里来讲的话呢 以目前看的话整体来讲 外资的卖超什么时候结束 当然还是要看美国股市 那外资呢 最近来讲集中卖超 我想他是真的为了把钱整个汇出去台湾 所以接下来台北股市 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内支的力量 内支的力量 当然二物战士来讲的话 目前我的看法 短时间内已经没有看法 看到一个比较快速能够看到一个明朗的现象 已经落入了什么越南模式 或阿富汗模式 所以说这一次来讲 俄罗斯在全球的整个竞争制裁的过程当中 接下来真的是看普丁的态度在哪边呢 普丁的态度真的是决定一切 决定一切 这个变数真的太大了 所以这里操作上来讲 投资本你就在五成的资金做就好了 记住这一点五成的资金去做就好了 然后找一个船产就是航运跟钢铁去做布局 航运跟钢铁去做布局 好那我们在今天我们上传了 博智、永峰金、山路化工、富彩 富彩 富彩其实跌到这里头这么有的话 真的不需要杀低了啦 虽然股下也是相对的弱 蓝电、巨阳跟美利达 这个像富彩来讲的话 跌到这里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超跌的 但是这一波来讲 因为之前涨的太多 筹码比较凌乱一点 所以这里来讲 你要买的真的也不用急 那富彩其实今年 以法人的估计大概是赚4块钱左右 本来不付5块钱啦 因为他去年第四季的财报公布以后 整个法人的获利就满让给他下修了 所以这里来讲整个趋势 当然还没结束 你想买的不用急 但是你有的 杀地到这里来讲的话 我觉得都已经有点超跌的一个现象 超跌的现象 反正来讲 虽然他在卖了 没办法 大家做挺损 但是整体的基本面来讲的话 他的趋势还是在的 还是在的 好 股市农赚 欢迎各位投资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就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或想加入会员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处 看到新视窗 第一个网址按进去 回到我们股市农赚 入会及持股的见诊申请表 马上把姓名电话号码 还有持股 持股名气写清楚 那如果说要加入会员的 有上个话 让你选择 填完资料案提交 我们服务人员马上会跟你做联络 另外你可以用影片右下方的 计划扫描进去 进入我们的LINE的族群 做互动也可以 那欢迎各位投资订阅 股市龙赚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有盘前焦点盘后解析 每天两个节目 对台北股市做专业分析 那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赚大钱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